集结七个县市 15名优秀的国中小棒球选手 组成台湾代表队 将在8月5号起 参加由美国贝比鲁斯棒球联盟 举办的卡尔瑞普肯 世界少棒锦标赛 15位选手中有14人 是原著名足球员 花莲县复原国小学生黄品浩 代表这群有梦想的孩子 说出心里话 美国贝比鲁斯台湾代表队 70年来 第一次要飞向 梦想的地方 美国 我在复原国小打棒球三年 教练没有因为我的身高看不到我 给我的机会都一样 也没有坐板凳 更没有放弃我 台湾一直有个棒球梦 希望以小博大 打赢全世界 让世界看到我们 后来才发现 原本是孩子证明自己的机会 却是大人世界 在那边上 于是这一道门 因为竞争越来越窄 被距离门外的孩子 很想问 棒球 是不是还记得我 台湾贝比鲁斯 棒球协会 致力提供偏向圆明孩子 也有出国比赛的机会 这次为了筹措367万元的出国经费 在募资平台发起送台湾野孩子 前进美国世界绍棒锦标赛的募资计划 并请来导演吴念珍跨刀拍摄形象影片 球员们也特别在行情活动上感谢吴念珍 今天我看到吴念珍导演阿公 非常高兴 我知道你很爱台湾的小朋友 今天我代表他们 说出心里的话 谢谢你们 台湾贝比鲁斯联盟 真的需要你们的帮忙 导演阿公 我可以抱抱你吗 吴念珍在上前拥抱的那一刻 内心激动到哭了出来 他说希望大家到美国 用心比赛 开心玩 保持健康 他愿意抱我 我觉得好像被另外一个孙子抱 我觉得 我觉得感觉 但另外一个东西 我看到他穿的鞋子是破的 那个小朋友穿的鞋子是破的 好难受 台湾代表队预计7月17号出发 在参加世界大赛前 还会先到加拿大温哥华和美国旧金山 与当地球队交流进行友谊赛 同时体验异国生活 那这一次我们跟以往的国家代表队 比较不一样的是 我们先到温哥华 有15个当地的住宿家庭 准备迎接这15个孩子 所以也是透过棒球 可以让国外的这些轰爸轰妈们 来照顾他们 这是一个棒球所附加的价值 跟教育的根本 我国棒球教练张茂三 在2020年发起成立 台湾贝比鲁斯棒球联盟 成为美国贝比鲁斯棒球联盟 在台唯一官方认证的联盟组织 所以台湾今后每年都能组成国家队 和其他十多个会员国 参加国际组赛事 争夺世界冠军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 陈国伟 台北财宝报导 请教育广示范 给收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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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riers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